哈喽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海堡垒 由滕花涛指导舒淇陆寒主演的电影《上海堡垒》 从8月9号上映以来争议不小 虽然主创缤纷几路 跑路演 但影片口碑几乎呈现极端化 豆瓣评分目前不足4分 投资3亿元的该片 在首日进账7000万元之后 也经历了票房断崖式下滑 估计最终不超过2亿元 有影迷心塞地表示 华语科幻电影或始于流浪地球 止于上海堡垒 当然这样的话说得有些夸张 华语科幻片不会因为一部上海堡垒停止进步 但该片剧情的割裂 逻辑的漏洞 特效的不成熟 还有知名小说改编加流量明星的法宝诗力 对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 都是一种警醒 而日前上海堡垒导演腾华涛 也在社交网站表达了对影迷的歉意 作为导演 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相信 没有人想要去关上这扇闪着光的门 记者姚维佳 刘冲 综合报道